中山市的沙溪鎮 中山市的沙溪鎮 因為發現了一味陽性 所以要做核酸檢測 現在整個沙溪鎮就封了 只要入一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檢疫的措施是很嚴謹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開始預備排隊做強制核酸檢測 對於我們每一個香港人來說 這個體驗我相信可以作為香港人的參考 最重要的是我們目前看到整個情況是非常之重要 也都每一個人應該盡過公民責任去做核酸檢測 大家看到整體上高都井然有罪的 而且醫護人員非常之多 大家都在準備做核酸檢測 每一個小區都是這樣去處理 香港都可以的 如果發現某些地方 例如太古城有 整個太古城先封住 只進不出 做完核酸才可以出來 而且八個小時就知道結果 整體上高的時候大家就覺得很安心和安全 這些也是真正的早發現的做法 還有香港市民會覺得 特區政府真的做得很好 用回內地這個方式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很方便 大家看一下 這裡就是採養區 採養區那時候有三條隊 一條隊 人數又不是太多 做完核酸之後 就可以出去了 然後你就會收到你的資料 究竟你自己是陽性還是陰性 這個速度便很快 當你發現了自己是陰性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發現自己是陽性的時候 你就去隔離 如果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去治療 所以這些就是早發現 早隔離 早治療 我來到中山 是第一次感受到這樣的情況 只是只有一例而已 這一例陽性 就全部呢 我們都要做的了 你整個沙溪鎮去做 那大家就會感覺到非常之安全 非常之簡單 還有所有市民都配合的 因為大家都想 盡快地回復正常的生活 那我們現在做的 正正是國家所指示的 我們要怎樣處理 和解決這個疫情的最佳方法 它現在做的是運檢來的 運檢的方式很快 很多人就聚集了 所以肩檢測就很快出來 我現在就做完核酸檢測了 整體上高所花的時間 是非常之短的 只需要花5至10分鐘左右 就完成了 因為第一 我現在居住這個小區上高 人數就不是太多 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自己也看到 其實它採取的是10個人 一個瓶 就是做運檢的方式 所以你就會看到 整個速度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你究竟是陽性還是陰性 而且它做的不是鼻黏我 它做的是心喉唾液 即是用棉花棒 在嘴裡 比較深的位置 去看你自己有沒有帶有病毒 所以這些是很快的 而且完全不會影響民生 這個情況 我覺得香港就應該好好的去學習 很簡單 很直接的方式 這些才是真正的科學方法 這些才是真正的科學方法 如果你說 你又不去早發現 你只是口號式去做一個抗疫的方針 其實的時候 對於所有香港人來說 真是不知道何時了 我現在在中山生活 我感受到 現在我在中山的情況 是非常之安全 還有 政府做事 是令到所有市民都很放心 發現第一例 你早上看到 咦 已經有人通知了 我們現在要去做核酸了 我們幾點到幾點 所有人都知道的 那就去你最近的社區 去處理這個問題 是不是 你做核酸的時候 你就可以盡快地 去脫離這個隔離 而且 你在這個沙溪地區 流動的時候 你要去到其他地方 你必須要核酸檢測 證明你是陰性才行 如果你不是陰性的話 其實你就去哪裡都不用去 那為什麼特區政府不做呢 反而在很多時候 諸多了 就說我要很大規模去做 我花很多時間去部署 要去解決 其他生活上的問題 根本就不需要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不要去堂食 我們可以怎樣 很簡單 買個飯盒回去吃 我們現在都可以通街走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內地的抗疫 是很值得香港去學習的 如果特區政府可以好好學習 這個抗疫方式的時候 我相信香港的疫情 是可以很快壓止了 今天因為做核酸檢測 所以全部都是禁止堂食 可以取餐 可以拿東西 但店舖裡面 就不可以坐人 當然在外面自己吃飯 你就沒有問題 但是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整體上高 所有的餐廳 都是很守規矩的 都是不會讓市民進去裡面吃飯的 總比你每一天都要限制 每一個食肆裡面 一個人 一台只可以兩個人 或者四個人 或者六個人 這樣是非常不科學的 大家都可以想到 這樣對商戶的影響 我們真的可以觀察到 現在內地的整個抗疫措施 是做得非常快捷和妥當 而且非常合理 給大家小商戶 真的可以做到生意 就不會說 是因為疫情 全部停擺了 什麼都不准做 不需要 你照樣核酸檢測完之後 沒事陰性 我們將危機解除了 你就可以照常做生意 需要不需要帶好炸 不需要的 這就是我覺得 內地的防疫措施 做得很好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大家都看到 餐廳裡面 是沒有人在 大家守規矩 那就行了 香港其實都應該採取這樣的措施 經濟就自然可以發展起來 只是我們內關通了 香港就可以做更多的生意 又不用那麼麻煩 你看看 澳門現在 簡直過得很開心 因為如果發生問題 那我就隔離了 一段時間而已 很快而已 檢測完沒事 我們就馬上可以通關 這個就是內地生活的幼細智處 好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一定要保重身體 一定要保重身體